整个暑假想必大家已经被望红的新工具吸引到了 整天都和朋友们不停地讨论剧情发展 走向以及演员之间的关系八卦 但是最让人注目的就是剧里男性角色发型 从发际线到脑袋中间都是涂的 后半段却又是长长的麻花变 这种奇怪的发型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 可是偏偏剧里的主演们却能很好的拿捏住这种造型 非常之匹配令人不得不失失可刻想铁平 大呼太帅了 帅气的造型加上苏气十足的演技 是个瓷的就能被穿着 一颗沧桑又心如止水的铁心脏 也能瞬间被击中立马鲜活起来 扑通扑通脑子里响着 但是这么丑的发型也能驾驭的这么帅 实在是太厉害了 突然觉得这个发型也并没有很丑吗 果然能够存在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清朝发型 也是像我们看到的剧里这样的吗 事实上历史上的清朝发型 还真不就仅仅是这个样子的 只能说男人也和女人一样 为了显得好看些对自己的头发 也是下了很多心思的 不同的是女人会有更多装饰品和发型选择 而男人就比较惨了 来来去去捅公也就那几样可供选择 能玩出花来的样子实在太少了 不过其实只要你长得足够帅 什么样的发型都能轻松驾驭 也少了很多烦恼 清朝男人的发型演变历史大致 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早期是像老鼠尾巴一样的辫子 两缕又细又长的辫子分别 在头顶和头尾处挂 在秃秃的脑袋上 想想是不是就觉得很奇葩 看起来就好像一颗卤蛋上长了两根毛一样 唯一左右的心 实在搞不懂 怎么会有这种发型的存在 简直就是神伟雷人 有这样的发型 还能怎么取得到媳妇呢 可能大家逐渐意识到这种老鼠变的丑 开始慢慢进化成另一种辫子 就是在属尾巴上 进行加工变成了蛇尾巴 由两缕头发变成了一缕 取消了头顶的那一缕 把发尾的辫子加粗了 就算往前迈进 唯一不可是这个发型 还是有一股无法言说的吐气和丑 这下真的向人尝出了胃巴 不同于动物 藏在屁股上的事 藏在了头上 像根麻绳一样 仔细想想这两种发型 就是一个比一个奇葩 不懂清朝的男人 为什么会设计出这样的发型 并且还要全国上下执行 还不如直接剃成光头算了 这样丑的发型又有哪个女人会喜欢呢 就算是吴燕祖套上这种发型恐怕 也不想再看第二点了 到了后期终于有人开始觉醒了 深知这样的发型实在是令人身痛悟掉 发型变革刻不容缓 于是就有了我们熟悉的亲距离的发型 和前两种发型对比 是不是顿时觉得这个还不错了呢 至少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拿捏住的 没有那么突兀 很多人看到这些发型不仅就会奇怪 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那么自然是要从出生时就要会开始修建出这种形状的 等到长大头发也就会越来越长 而其他不该留的部分也要勤势修建 才能保持住这种帅气的造型 吸引到更多女孩子的追捧 而且这么长的辫子 自己肯定是不好编的 大多是情况下都要借助外人的帮助 才能编出一条又整齐又粗壮的辫子的 给皇上书头当然是由后宫嫔妃来代劳 甚至是一份特殊的荣誉